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掌有天下第一大部支撑的内政部 牛昌表示不管是过去当金融市长还是现在做内政部长 最重要就是与同仁一起努力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内政部的同仁大家都很优秀 那听说不是高考前三名不能进内政部 所以同仁都很优秀也很年轻 而且我觉得充满了热情跟憧憬 现在从市长被改称叫做部长还习惯吗 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我想不管是什么称呼 最重要就是把事情做好 然后跟同仁大家一起努力 林晨在脸书发布蹲低照引发全国共鸣 刘昌强调首要任务就是协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主 与劳工朋友能在疫情后紧述振兴 这也是行政院长和总统最为关心的 我想最重要还是了解最实际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他们碰到的这些困难 还有这个已经这个打死结的这个部分 能够透过政府的一个权力的集中力气来协助 帮他们解套 我想这是现在大家正在思索 那也在进行规划 那这个包括总统跟院长大家都非常关心 各部会的部会首长 大家也都在努力 至于新内阁遭参事败选者联盟 林侯昌不以为难的回应 什么称号不重要 新的内阁团队就是来做事情为民服务 因为我又没有选举 而且我们在金融市还把议长赢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外界 或者是有人刻意去贴标签什么称号 我觉得基本上不是很重要 那新的内阁团队是来做事情 那我们希望把问题把它解决 让人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在疫情之后 然后大家可以服务 从超高满意度的地方首长 到接任业务范围广泛的内政部长 对于未来这一年 林侯昌已经有明确的施政方向 希望与各个部门的同仁共同努力 全力以赴解决人民的问题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金融市长谢国良正式对外宣布 金融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最新民调 有过半的市民支持金融市升格为直辖市 而多数金融市民希望能与台美市合并 金融市长谢国良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正式宣布一项最新民调 有远见民意研究调查 金融市年满20岁以上民众 在上个月13号到15号所进行的调查 针对金融市升格直辖市 展现出选后新民意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金融民众对于这个升格直辖市 意愿的一个调查表 大家都拍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支持的部分 占24.6% 那还算支持 有点支持的部分是30.3% 所以说大概有54.9% 55%左右的民众 基本上是支持升格的 假如要合并的话 大家是希望如何来合并 那我们有提供四个选项 包括这个同志委议长 所提出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把它纳入选项之一 因为他也是我们金融市民意机关的首长 所以他过去的提出的这些论述 我们都有考量在里面 我们也把它放入民调的选项 那本府这边是没有明确就是如何要合并 但是要升格是我们很清楚的主軸 那首先呢 百分之26.5%的民众 是希望北北基能够合并成新的直辖市 百分之25.7%的民众 是希望基隆加入系指并入台北市 那有百分之13.2%是希望基隆市跟隔壁邻居 把临近的几个新北的几个区合并升格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 基隆民众希望市长谢国良 要先改善的重点是交通与道路 其次是经济与就业等面向 民众最迫切所需要改善的 那百分之54.5%是交通道路 百分之31.7%是经济跟就业 百分之13.9%是长照 百分之13.1%是社会福利 然后百分之11.7%是观光 然后百分之9.2%是都市更新市容 市长谢国良表示 会把这个最新的民调提供给新就任的 内政部长林又昌 希望透过地方与中央的充分合作 让基隆真正与首都生活圈平起平坐 进一步让基隆各项的建设与首都同步 林前市长现在担任了内政部的部长 成为这个内政部的林部长 那我想这个民调也刚好 在他要就任的时候呢 也呈现给他 让他能够了解一下 基隆市民众对于最新的部分 对于这个直辖市升格的民意的一个反应 那希望能够在他就任以后 我能够去拜访他 能够作为这些民众的意见的一个参考 那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等他工作稳定上轨道后 我们一就任 其实有很多事要忙 我不会挑二月份去拜访他 他那么忙 尤其又是很重要的部会 所以我不会二月份不考虑拜访林部长 让林部长业务比较稳定以后 我希望能够在三月份 希望在三月份能够拜访林部长 然后跟他请教这个国土规划的问题 然后跟他请教基隆市如何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议题 那所以一方面也在这边恭喜他 然后一方面也期待未来的拜会 跟在这个讨论 那当然我会先请幕僚先作业 那首先还是要让这个部长 能够对他的业务能够先熟悉上手 到时候再去打扰他比较方便 不然马上就去了 这个他有很多事要上手 我们也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给他 那再度恭喜他 那也相信他过去八年 对基隆市民的这种关心跟感情 一定可以延续到他在做内政部长的时候 对于基隆市未来市民拥有直辖市的 这种待遇能够给予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欢庆元宵节 基隆市政府2月1号起 发送兔年小提灯 给公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也提着灯荣 和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一起拍照 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欢庆元宵节 基隆市政府将从2月1号起 发放拿着红包造型的兔年小提灯 给全市的公立幼儿园小朋友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也和幼儿园小朋友温馨互动 透过这款浮吐影响的小提灯 让亲子一起DIY快乐过元宵 那因为因应我们的元宵节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特别请了这么多 可爱的小贵宾 来到我们府里面 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我们今年也准备了 三千零八十个灯笼 提供给我们公立幼稚园 所有的小朋友们 那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 看到小朋友来市政府 是小爱爸爸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这些小朋友 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然后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 元宵节快乐 哇 来 这个是小爱爸爸灯笼 因为小爱爸爸也是兔子 那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周夜 周夜哦 好可爱哦 一 二 三 元宵节快乐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官销处长郭继 副处长林文荣 科长蔡慧婷 以及教育处新任处长刘美兰 和过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一起拍照 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也来到现场 和可爱活泼的孩子们打招呼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说 透过兔年小提灯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元宵节的提灯气氛 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 都平安健康的成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元宵节快到了 布立基隆医院 特地教导民众制作 优良蛋白豆腐元宵 用嫩豆腐取代水 来制作汤圆 做法简单 口感也不错 更适合长辈老人家咀嚼 健康营养 零负担 基隆长新吕师傅龙师团的热闹表演 为布立基隆医院新春请元宵活动 揭开序幕 也吸引相当多的民众 前来观赏虎师表演 基隆医院院长 零三七也预祝大家 玉兔银春 在新的一年行大运 那我们玉兔银春 今年举办元宵节的今天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喜气 那我相信 在疫情三年过去以后 今年开始 我们兔年大家都会行大运 那今天我们举办了一些活动 那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 元宵的制作 还有我们一些闯关活动 那希望大家 都能够得到我们基隆医院的祝福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由于元宵节快到了 为了提醒民众吃汤圆或是元宵 也要吃得健康营养 布立基隆医院 特地由营养师教导民众制作 优蛋白豆腐元宵 由院长林三琦 副院长陈维达 以及秘书李林美化身为大厨 用嫩豆腐取代水 和糯米粉来揉成面团 切块再搓成汤圆 不但制作简单口感好风味加 也更适合长辈老人家咀嚼 健康营养零负担 它里面优素蛋白质的含量 其实非常的高的 除了可以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绵密以外呢 当中的优素蛋白质 也做一个长辈 让它们增加肌肉 还有互相的补充也是很棒的喔 煮完之后的豆腐汤圆 它吃起来还会有淡淡的肉香味 也可以去添加我们金字堂的食用 院方也邀请阵风市 以及台北荣兵总医院移植小组 一起在现场举办新春闯关活动 透过猜谜游戏互动 认识连政观念 推广安宁缓和医疗理念 了解并且宣导器官捐赠 完成闯关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限量100份的汤圆元宵和兔年灯笼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于必杀鱼港渔获直销中心 又爆出了消费纠纷 一群游客春节期间前往消费 用一斤980的价格 买了两只冷冻地王蟹 共花了7000元 没有想到带回家 却发现其中一只明显腐烂 气得PO上网 不过这个摊贩澄清 冷冻螃蟹贩售当下是无法打开确认的 目前也已经和消费者达成和解 至于如何避免买到不新鲜的地王蟹 有业者提供办法 民众买到地王蟹 右边的明显腐烂 外层还有灰色的高壮物质 消费者回家打开塑胶带 当场傻眼 因为这两只 总共花了7000元买回家 大年初是一群外国游客 来到基隆巴豆子渔港 又一斤980元的价格 买了两只冷冻地王蟹 没想到拿回家一看 却发现其中一只烂掉了 没有办法 因为它就是吃掉了嘛 对啊 这个活得值得 你要分辨很简单 不会去杀 去杀当家旅 把它可国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痕迹 然后说 这个房间是新鲜还是不新鲜 一只新鲜就是不新鲜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已经 就是有跟他合结了 摊贩连忙澄清 豆瘦的帝王蟹 无法打开确认 才不小心卖出不新鲜的货品 表示愿意赔偿5000元 目前已经和消费者达成和解 也接获相关的通报 那我们也请余慧 先针对当事人 这个消费者先做联系 然后并调阅监视器 还原当天的情形 那也会请业者说明 当日的情形 并跟这个消费者联络 那如果查证属实 这个摊商有刻意的偷情减粮 或贩卖这个不当的 不好的一个商品的话 我们会请余慧 启动这个合约机制 看它是第几次的一个违规 然后确实依合约来做处置 那最高的罚款呢 是第二次是罚到5万元 然后最终是第三次 就会解除合约 终止合约 像这样高单价的帝王蟹 要如何挑选 其他店家教你方法 它是要从它的肚脐的袋 看中间风肉的那个袋 那边把它挖开 纹那个地方是最准的 因为包含我们自己 不管是本岗蟹什么蟹 我们都是从那边来纹 对 我们看看说 是臭跳有没有臭跳这样 那个就是最准的 对对对 如果有发现异味啊 其实那个就不要了 可以从几个观点 就是看店家的保存 如果他当下给你看的保存方式 怎样子的保存 那本身帝王蟹他们是属于 呃低温 哦 他我们平常像我们的鱼干来讲 我们是呃 冷却达五度 那相对的 他一定要经过冷冻 他达水冰效果是有限的 对 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在 第一环境 低水温环境生存了 所以你一定要再用 大概二三十度的冷冻 下去冰他 那像有些人他的保存方式不一样 那可能鲜度就会跑掉了 简单的说 购买前 可以先以鼻子闻的方式进行选购 若出现阿摩尼亚的味道 就表示螃蟹不新鲜 另外煮熟之后 感觉成了粉状 也表示海鲜已经变质 民众到鱼市场采买 要挑选纸细 才不会吃亏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上下班尖峰时间 由于从定内往八堵 及高速公路方向 行驶到暖江桥前的 机车停车区 它的这个容量是不够的 因此市议员连恩典 接获民众反应后 立刻办理会堪 获得交通处等单位同意 将加大机车停车区 容纳更多的机车 停等红灯 提升安全 画面上上班尖峰时间 由于从定内往八堵 以及高速公路方向 行驶到暖江桥前 由于大小车辆流量非常大 机车停等区 相对太短 容量不够用 许多机车只能停在 曹化线或是双白 以及双黄线上 因此市议员连恩典 接获民众反应后 立刻办理会堪 也获得交通处等 相关单位同意 将加大机车停等区 容纳更多机车停等 红灯提升安全 是 我想在暖江桥 这个地方 因为从定内 往八堵的方向 只有两个车道 那常常在这个红灯 可以向右转的时候 执行车 那那个机车的停车格 就显得不足 要执行的机车 就显得不足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也跟市政府交通处 沟通好了 就是说必须这个机车 停车的位置 必须要加大一点 那个机车停等区的位置 必须要加大 那来就当在红灯 这个执行车红灯的时候 也有机车才有空间来停靠 那让这个红灯右转的车子 第一个不会影响到 而且这个机车 停在这个停等区的时候 也比较安全 不会因为这个停等区不够 停在这个双白线上 或者是要停在隔壁的潮化线上 这样子彼此大家用路人都能够安全 年恩典表示 机车停等区将在年后重新划设加大 让用路人更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中正公园寿山路10号 道玄宫的下方 路面出现了大面积的军裂 声议员何淑平接获登山客 与里长反应后 会同市政府公园管理科道现场会开 才发现这个裂缝才刚填补不久 这有没有军裂了呢 担心是不是地基逃空呢 一块关心 一段时间是这样 大概有两指宽了 你看 两指了 地面上出现长长裂缝 仔细量 有两个指头宽度 经过时间越久 裂缝宽度越来越大 但之前采用沥青补墙过 现在又再度裂开 你看嘛 下面就是学校啊 那你看这些如果说 整个摊塌下去 也是很危险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要立即处理啦 好不好 因为你看嘛 这边停了那么多辆车 那万一这个整个摊塌下去 下面就是学校啦 好不好 请我们这个公园管理课 这边赶快处理 中正公园寿山路10号 到悬宫下方 路面再度出现长长裂缝 接用市议员何淑平紧急会堪 担心雨水不断渗入掏空地基 下方就是网球场和学校 安全上恐怕有疑虑 这个年前我们已经发现过了 早几年前有跟那个 寒凉前一员曾经有会談过 那大概有来稍微做一下 一个补墙的动作 可是后来发现 今年来发现 裂缝越来越大 所以我怕说有立即性的危险 那刚才碰到那个 有一个环保局的员工 从这里经过 那个裂缝越来越大 怕他下防下陷的问题 所以我就赶快请何淑平赶快来会开一下 地基掏空 对对对 是不是 你看你补过了 他还是这样子军裂 大概有两只 两只吗 对 而且这边有停车感觉 有点恐怖的感觉 对 万一这个如果又豪大雨 我们基隆又下雨 然后你看这边都又都停车 万一整个摊放下去 这个这个要隶属谁谁的责任 到场会刊的市人府公寓管理科 陪同议员查看挡土墙裂缝 目前研判没有立即的危险性 现阶段将裂缝比较宽的地方 刨仆重铺 比较细的地方将用立青补墙 我们在做研究一段来之后 就刚刚跟郁州报告那样的疫罪 就是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改善看看 一段时间如果 如果真的有 还是真的有这样一只问题 过大或怎样的话 那我们就会 那个应该就要再 那可能就要再找这个问题来之后 理长有反应就是说 这几年前就有针对裂缝 有用立青补墙过 可是这几年来 那个缝还是一样的增大 那因为他铺那个立青 就是怕那个雨水渗进去 让那个地基就是会掏空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会请这个公园管理客 针对那个裂缝大的 把它刨除重铺 然后再来观察 看是不是还会 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继续 如果有继续的时候 我会请公园管理客这边 来找预算 来针对下方的挡土墙 那边是不是有地基流失的现象 因为下面就是 我们那个成功国中 那边下面就是我们的 那个学生 小北投的住户 那边有很多学生跟住户的安全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会督促市政府 赶快来进行 这个抢救施作的工程 市议员何淑平 要求市府进行整体检讨评估 未来将针对党土墙部分 争取经费 进行加护工程 来维护下方学校安全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随着假新闻 假讯息充斥 学习如何辨别假新闻 也成为现代公民的一大课题 中央宽评集荣 推广媒体试读的课程 在建的国小举办媒体试读活动 邀请三立新闻副总监 王若婷 教高级年级学生 解读新闻 电视台内的摄影棚 新闻编辑空间 究竟有哪些布局要点呢 还有新闻如何产制出来呢 三立新闻副总监 以丰富的实务经验 用视讯带小朋友逛三立电视台 看见一大早就要搜集资料 接着定案与编排 还要随时修正的过程 新闻好不好看就要看编辑有多厉害 另外也从Live连线 视讯连线等不同形式的播出方式 阵线不同新闻的重要性 哇 太棒了 哇 还是我认识的电视台许多 那个导播机啊什么的 上完那场课后 我还学到了 原来原来那个主播还有用读稿机啊 他们还在用脚踩 超厉害的用脚这样 我觉得还是算是挺充实的 再加上这个老师呢 有带我去参观整间公司 还有设备 让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绿幕的功能 并且呢 它能在动画里面用得非常的用心 并且投入到绿幕上面 哇 真的是不得了了 重要宽品吉隆 推广媒体试读不遗余力 就是让孩子了解媒体无所不在 您我都在被媒体影响 在 今天非常感谢中家新闻的牵线 让我们跟电视台的这个编辑群呢 做一个现场的互动 那小朋友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 那也对于各项的讯息 不管是YouTube 或者是抖音的一些讯息呢 进来之后呢 会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再考虑呢 是不是要相信他 或者是持续的做一些转发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 对于孩子的 孩子们的这个媒体素养 又更加进阶了 媒体素养提升 孩子们的问题也就一一浮现 像是当主播会遇到什么挑战 想要提高收视率 最有效的办法为何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思辨的能力 不然可能会被内容农场 所产出的标题所骗 在网路上呢 的确有很多的资讯 是可能有错误性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利用 这个内容农场里面的 这个拉霸机呢 竟然可以把三个不同的话句呢 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标题 而且一点都不违和 这也就代表着呢 你可能在网路上 随意点取的一个标题呢 它的正确性是要值得看律的 小朋友们可以把你看到的新闻标题 或者是网路讯息到事实查核中心来进行查询 或者是将这个标题呢 在网路上重复搜寻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在或许早就已经是过去 五年前十年前的旧文 孩子们的问题中 还有当边设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一样着重在明辩消息的真伪 由于直播节目的时间有限 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进行完整查询的时候 这个时候编审就要发挥作用了 我们必须在适时的情况 让节目单位踩沙车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 这个资讯有疑虑的时候 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媒体试读的能力成为现代公民 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孩子们透过阅听思辨 成为新闻小尖兵 更能透过这一堂课体验当个 媒体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 新办公室若晨启用 启用典礼上 展现执行户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计划的成果 欲向下扎根 实践社会责任 请接台 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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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办公室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若晨 近年来海洋教育中心 对户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推动 不遗余力 总中心召集人 吴敬国教授 期待让户外教育 以及海洋教育 落实到每一位师生身上 主任张正杰 在活动中 也发布结合 户外教育路线的学习手册 内容汇集了 全国各地 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点 推动也展现 户外教育 与海洋教育 共融 共好的愿景 户外教育 是走出课室外的一种学习方式 藉由设置户外教育基地学校 辅以研发优质课程模组 与教学案例 呈现学校与在地社区环境 与产业的课程连结 中心认证这些结果 实际上都是同任 还有基地学校 以及各线市互换 大家一起领下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办理户外教育的 一开始的动机 很单纯也很简单 单纯的只是想要带学生出去外面 走一走看一看 在几年坐下来之后 我们开始观察到 是不是我们老师们还可以发挥 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 是不是做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规划 觉得在山野互玩互动的孩子 回到教室 他也会是有风采的 他会觉得 我其实是对大家有影响力的孩子 学习到那个 之前到现在的责任越来越大了 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有问题 从海洋教育到护海教育 优质个人与学校的影片 整线丰硕的成果 来自全台各地的老师们 串联两议题教育的整合 引导学生多元事性发展 深化在地的人文与自然认同 实践永虚的理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